大家好欢迎回来这个视频我们探讨一下二项事和定理 这也是数学排版的基本命令中的最后两个小部分 我们应该很快能够完成它 我们首先把我们的前导导言区红包拷过来 我们把这个存到一个新的文件 这个是我们的第四个文件 然后我们先看4.3.8二项事 二项事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左边是一个就是就类似于一个符号 右边的话是可以先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多行单列的行列的矩阵 我们已经有过这个矩阵的这个就是这个知识其实不难看懂它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这是一个行内公式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在两个刀那中间 然后这个二项事实际上是用这个BINOM就是BINOM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已经被导入到AMSMath 我们在这块已经导入了 所以我们首先是咱们可以看说我直接输BINOM M然后先输的是上标再输下标 OK 就是右边的这部分 所以在这头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 AIRROR吧 STAR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再写它左边的部分 它是等于这个C 所以这个C呢就是我们用的是MathCM 但是我如果不用这个MathRM的话 它就是一个下标N上标K 我们可以看在这边显示 应该就是显示成这样的 但是我们是想让它变成正P 所以我们用的是这个MathCM的命令 MathRM命令 把它圈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C现在是正P C 不是这个就是这种写体的 当然在这我们增加一个空行 这个空行这个空行我们不应该是在这 应该是在这里增加一个空行 接下来我们写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AN A 想法写N 这是我们得到的这个脚标 然后同样的这块的话 我们有这个BINOM也可以有这个DBINOM 说这个是行间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放它会相对的大一些 DBINOM 然后同样的我们是NK 可以比较出来它们的大小不同在这 当然是说在这边的话TBI 我们可以再来一个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我们QQ 因为D 不过我不用D我用T 可以看到TBI和这个不用这个T和B 就是BINOM它们的显示效果是一致的 但是这个DBINOM就变成了行间 所以是行内和行间的不同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AMS Math支持的还有一个叫做GenFrame 就是这是一个分式来定义一个类似 二相式的命令 我们这个就相当于是我们自己的一条new command了 我们来Generate 放在这 Left 左分数线 左分数线 right 左分格 右分格 然后 Thickness Math Style 这是第一 接下来 New Numerator 和Denominator 好 接下来我们是 Thickness 是分式线 线 宽 Math Style 是0到3 有DisplayStyle 简直 Script 所以我们的NewCommand 是由B 大写B B B Franc 然后 这个 宽度为2 然后我们加上我们的GenFranc 接下来 接下来在他的这个定义中 是 第一个是一个 空口 中括号 然后 然后 反中括号 然后再来个Option 再来一对 一号 二号 然后我们 梳理一下 5号的数量 OK 这个是我们的 新命令 当然在这个 好像 符号 接下来我们用这条新命令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首先得到的是一个行间公式 用它去用Types定义 我们先看它这个定义是不是能够正常显示出来 嗯 在哪里有问题 18行 然后 GenFranc GenFranc 这个 红包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 这是第一个 中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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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ion 空的 一 二 中括号 然后是两个 这个BFrag 没有问题 问题好像是出在 NissingDeliminator 在这里 我们继续输入 BFrag N K 等于 B I N K N 我们来看一下 哎 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NK 并没有出来 右边的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定义的是 左边的这个NK的这条命令 Shenary GenFranc 这 这条命令并没有被用得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命令 Option R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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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没有问题 New Command 这用的是BFrag 这个也没有问题 2 Gen 来查一下 刚才应该是把前面的这部分 这个只是视力 这个作者这边并没有去把他注视 所以这个并不是实际的命令 这个只是告诉我们genfrac会有6个参数定义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genfrac这后面的话是有6个参数 这个option这儿我们看起来是需要给出一个参数 因为在这儿这个option他就直接把这个option 实际上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参数了 但是他现在是把这个直接输入到这里面 我们把它给去掉 这头的话就变成了一个分数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这个分数的 所以就是第三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第三个是sickness sickness为分数线限宽 参数留空表示默认限宽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应该是零 看看是不是把这个分数 不对 这个那这个零就跑到了 这儿 所以我这个地方如果是零 好 所以这个option是一个潜在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按照定义来讲的话 我应该把线宽轻为零 这样的话他就没有线宽 会达到我们这个中括号下面的上面是n下面是k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新命令是利用了一个分数的这个显示的性质 我们只不过是分子分母 然后把分数线给引掉了 是借用了这样的一个tricky的这个方式 但是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定义的方法 这个作者应该也是非常的巧妙 然后我们看4.3.9定理 定理这边的话我们就不过多去讲了 主要是用这个ams的same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这个包 pmssame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放一个new 这个是要在导文区的 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在same后面 new 0 env name count text section 是要增加这些 所以我们在这儿 我们是definition 这是我们的environment 这样的话我创造出了一个新的environment 然后再用这个 这个是same style 然后这边是new 新的这个定理定义 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定理 它是以law作为文本 然后它的类型是section 我们使用它就可以在这里面有一个law的 我们看不需要安装这个了 那我们就有law 我们的刚才定义的可以看到这个law已经出来了 然后从不轻易相信 所以它会给我们来定出来 我们看看在编译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安装 果然这个thmo并没有 安装完毕 no counter section defined 所以在这个section这边并没有defined 所以这个地方我应该是用loss milo 可以看到law 01虽然它没有这个milo 我们可以even把它给去掉试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law了 这个定义 当然在这边出现了我们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显示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放上 sension 大括号 这个这个low应该是中括号 是参数 是参数 所以在这 l1 我们 对对对 多了一个封闭的部分 但是这样的话 loss lo definition 这个是大括号 new section 这个是大括号 上转行了 然后section是中括号 但是它会提示错误 显示上 是已经显示出来了 0.1 它是illegal tax的定义 这个tax 这个定义 这个是illegal的 就是 hj UnknownDefinition, 这少了一个, FoundShape。 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是不能删掉刚才的AMSFounds。 OK,那现在我们只剩下这个Illegal, Jump,看到这一条命令有问题,BFragSameTHM。 我们先继续,看它是不是这个,其实这几个红包是有冲突的。 我们先把这个写完,再来play, 接下来给出一个New Serial。 Deper定义是gLaw,是它的参数。 然后,Jury。 接下来我们再来, phtoreimstyre, remark了。 然后一个New。 这个加了一个新, 要去处理相应的这个文字。 agrate, 然后是大写的。 所以我们在导演区的部分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已经完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环境。 定义了一个GU的环境。 它后面可以有一个参数, 第二。 然后我们说, 从不过分怀疑。 然后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n的。 我们的这个环境。 我们来看一下。 好,在这儿。 在第二, 这块的话是被括号圈起来的。 然后, 而且它这个是变成了凯书。 我并没有去改动它的字体。 第一个的字体。 这是, 这个是play。 然后, 这个字体也会变得比较好看。 第三个, 我们用第三个我们定义的环境。 是Margaret, M-A-R-G。 M-A-R-G。 然后这个下面说没有其他的了。 这应该是用Margaret, 它去显示。 写线。 跟我们这。 但是这个Jewelry, 这边的话应该是用大写。 对。 我们去看是不是。 完全一致。 没错。 我们只不过Section的编号是从0.10.2来做的。 然后还有一个AMSSIM中有一个Proof证明。 就是在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证明。 这个不需要, 因为它是一个环境。 in. Proof. and. Proof. 它就会显示出这个证明。 然后我们直接说对直角三角形。 下面在这块会增加一个行间公式。 所以我们就不用前面提供硬回车了。 所以就是A方加B方等于C方。 就是购补定理。 现在是英文。 我们就A上标2。 加B上标2。 比方于C上标2。 这个后面的话我们有一个QEDT。 是一个空方框。 可以看到证明这个是从这个环境中来的。 就是这个从这个定理中我就可以直接取出这个证明两个字。 然后这个后面对直角三角形有这个。 然后它是一个行间公式。 所以它是居中对齐的。 右边的话是一个这个方框。 所以这块我们就把目前为止所有的第三章。 第四章的内容就都讲解完毕了。 就是数学的排版。 我们在后面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容。 就是Latex的进阶。 在这本书中我就不再逐步的去进行这些方面的demo了。 所以到这个视频也是我们就是简单高效Latex的学习的最后一个视频。 在后面的话我们我会去看就是其他的就是有更好的这种这个演示的视频的这种就是演示内容的Latex再给大家做介绍。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那个如果有可能的话去看到这本书就可以在后面再去学习。 包括这个4.4这只是一些数学的符号定界符。 这个基本上就是利用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些内容然后去进行了相关的更复杂的这种组合。 然后这些我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去背。 因为在你用Latex我在演示过程中经常也可以看到我就选择Latex后面你加一条命令。 有很丰富的这种就是网上信息供你快速的寻找到一些你暂时还不了解的信息。 而且这些的话那个都可以把它当成字典。 所以在Latex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的话希望就是在用种去学, 而不是说先把它完整的这个学习完毕。 当然我非常感谢你能够一直看这一系列的视频到这里也那也非常的祝贺你。 因为你如果看到这里的话那就意味着说你已经那个完整的而且系统的我们一起经历了前面的所有的细节的四章的内容。 这个应该是已经打好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为你真正的去使用Latex进行你的科学出版的编辑。 有很好的这个就是那个基础的帮助。 然后在这些具体的这些很多表格都是可以通过关键字你去那个进行搜寻。 然后在第五章的这部分中就是很多都是跟红包使用有关。 毕竟我们在使用过程中你不会去用到所有的红包。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随用随随着去整理。 我的这个思维导图也会放到我们的这个Repository上面。 随着我们有更多的这个书籍的学习。 可能在这边的话我会放上更多的这个就是紫内容。 然后但是红包连到右边的某一个章节的某一个情境。 左边是红包,右边是情境。 这种连接关系希望能够对大家真正进行Latex的编辑有一些参考的作用。 再一次感谢你一直能够支持我的这个视频的录制。 然后我们希望在其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路径上面在一起体会和一起经历。 多谢,再见。